2019年1月 我在担任行政院长 在四个多月后 5月14号 我就到宜兰宣布 宜兰阳明大学 互设医院第二期的扩建经费 30亿全部由中央来负担 去年10月19号 我再到宜兰宣布 宜兰铁路高价化 250亿可行性评估 并且我也当场宣布 行政院支持高铁到宜兰 经费出估就超过1700亿 将会大大促进宜兰的发展 也是宜兰百年难得的历史时刻 不过到底要设站在哪里 那当然各地都会大力的争取 目前整个案子 还在交通部的铁道局 没有定案 所以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优先案 请交通部一定要很客观专业的评估评量 同时一定要倾听地方的声音 并且好好的沟通 好好的规划 才会得到最大的圆满 中央行政院一本初衷 继续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宜兰大发展 也请宜兰乡亲把各方的意见 各种方案好好地了解 大家一定要为宜兰继续努力 为台湾继续加油 继继续冲继续努力 国家继续向前进